郑文山社他心服试验庭被指 成为串政的中心人 任职还就会参设他 跟着郑文山同进退以辞职 但却人间蒸发不知趣向 还被列为被告 他对郑文山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 关键一论 试验庭到底是何许人也 幕僚常常就是 这个掌声留给老板 那心酸自己吞 他其实都是很认真的 做好这个幕僚的工作 当然交由司法或网务众 但也还给清白的人清白 陈宇试验庭在桃市府公司的 沿尾词表示试验庭确实低调 鲜少在镜头前出风头 但东森新闻持续追 他曾出现在郑文山的书中 以贴身幕僚的视角 阐述老板的饮食 从早餐爱吃猪血汤 油饭肉跟面 到自己的口味跟着变 这层亲近的关系 在地议员这样形容 任何人在内民众的陈情 跟郑文山讲了什么 郑文山一上车 或者是一回过头 就是试验庭在旁边会接着 然后把他笔记下来 郑文山的守门人 或者是郑文山的把关者 一点都不为过 很敏感的这种话题 那试验庭他完全就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饶了我吧 事实上在7月5号应讯前 郑文山用LINE传讯给试验庭 让法院怀疑他 可能提前掌握检方侦办之外 试验庭也多次代表 郑文山联络廖验俊复子 不难让人想象 试验庭身上还有多少资料 过去他曾担任太阳花角色小组 学生代表 之后郑文山参选桃医市长 第一份工作就是加入竞选团队 当选之后 从机要秘书升任市长是副主任 再被带进正院 担任副院长办公室主任 后来郑文山任职海基会后 才获聘为三次 试验庭一路跟着郑文山超过十年 车手跟水房之间的 关系它都脉络巨细 然后完完全全能够掌控 身为照样者的试验庭 过去照样十年 如今得想办法在这一道浪中 求生存 东西的任务心怎么到